每次參加朋友的婚禮 每次參加朋友的婚禮 那個爸爸我都覺得好可憐喔 我都覺得女兒的爸爸好可憐喔 都是要把 為什麼要給別人 為什麼要給別人 真的覺得好可憐喔 對 那我不會參加婚禮的 會啦會啦 我會參加 我會參加 對啊 我的驕傲 她是遠遠 剛剛滿五歲的生日 她有很多很多特殊才藝 我的女兒很會畫畫 然後也很會跳舞 唱歌也滿厲害的 Elsa都還滿厲害的 算算是多才多藝 沒有小孩跟有小孩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世界 有小孩非常累 可是如果要我再一次的話 我會選擇 我還是要有小孩 喔那喜悠我很難很難去形容 當我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預設說 有小孩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沒有任何的想像 你不會有任何想像 就像我們是 每一天都在學習怎麼樣做父母 怎麼樣做一歲的爸爸 怎麼樣做兩歲的爸爸 怎麼樣做五歲的爸爸 到現在我覺得每一個時刻都很值得 那天我帶我女兒下課 我去接她 我說 我說 遠遠 我說Baby 你今天有沒有想我們 她說 有 我們都好想你喔 她說 我心裡都滿滿都是你 我說那你的心裡都滿滿都是我 那你呢 你在哪裡呢 她說 我在心裡面都被你們壓扁了 哇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 我感覺我每一段都在演偶像劇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很累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我覺得我父母親給我很大的空間 給我很多的愛 然後給我很多的自信 我覺得這自信 不管你的學校功課好跟不好 我的爸爸媽媽 永遠在支持我們想做我們的事情 我希望我女兒就跟我一樣 可以在一個很自信 很被愛的環境中長大 那不管說什麼東西 我們父母親都會去支持她 然後希望說她也能夠了解個別的差異 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然後自己活得快樂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她這輩子只要會 一個是同理心 接下來是榮譽感 你如果有榮譽感的話 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會覺得是代表你自己來做 所以你的事情都會做得好 那同理心就是可以去體諒人家 可以去關懷人家 其實我覺得人生只要有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夠了 同理跟榮譽感就好了 我希望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快樂的人 即使她不是很有 所謂的社會上的評價是 所謂的很有成就的人 但是我希望她是非常快樂的人 非常快樂的人 我相信快樂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會成功 即使你是在一個小店裡面打工 你只要是很快樂的人 那個感染力可以感染到你的客人 可以感染到你的店裡面的人 我覺得就值得了 女兒 我覺得終究 maybe 希望 最好不要結婚 除非你找到一個像我這麼優秀的男人 不然就不要結婚了 可是你這段結婚了也沒關係 我們家會永遠 等待你回來 被欺負了不要忍 回來爸爸這邊 就是想要跟她說 爸爸很希望永遠陪在你身邊 到我最後一天 真的 我要哭了不要再講了 好可怕 你在街上 我想要不借 你做什麼事 我也想要理解 好可怕 來 感谢观看